這個是琵琶嗎? 這邊到底有幾種植物 咖啡、琵琶 農場的主人在果園裡來回的介紹 跟別人不一樣的 這裡種了好幾種不同的農產品 位於北南鄉民豐村的家田農場 主人潘明順 原本是一位旅門窗製造業的老闆 因為應酬加上常情的飲酒 導致甘硬化 15年前回到家鄉台東 繼承家業從事農作 就因為工作的關係要交接應酬 對 有喝酒過量 這就是攀杯 剛開始完全沒有農業種植的經驗和技術 種出來的四家是又黑又乾 還被朋友爺語和他的外表一樣 就好像是從非洲來的 剛開始什麼都不曉得 種出來的四家跟我的人一樣 都是黑黑的 因為那個牙蟲有嗎 附在上面 久了就會 那四家整棵都會黑黑啊 不曉得怎麼辦啊 那時候的四家都是送給人家吃 經由不斷報名上農業的課程 並從書本中吸收農業的知識之後 讓他了解土地和人一樣 在自然界並非僅是單一物種 也會受到環境所影響 必須維持生態的平衡 所以一直到現在堅持有機栽種 也讓果園獲得MOA自然農法的認證 讓他的農產品在市場上非常受到歡迎 他們都在經過三年 到這裡才知道要用什麼 都慢慢去體驗出來的 那時候永鴻魚就找來了 因為他們生計幾乎在找 他們因為我是MOA認證的 他們就開始找我 如今他種回了健康也得到了回饋 為了鼓勵青年朋友投入農業的行列 透過勞動部名思高途的計畫 向外公開招圖 鼓勵青年回鄉 所以我是覺得 你看我去年就組一個天龍八部 因為單打肚都很累 我希望說大家都知道 我們本身台灣是以龍立國 本身是奏龍出來的 像他認識有機這一塊 到最後還是要雜中 生態才會平衡 你可以減少一些 減少很多的病蟲害 他希望藉由自己的技術和經驗 學助青年朋友 從友善關心土地開始 一起玩出有機的新農業 東南新聞 中文曾經熊林婉禎 北南鄉 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詞 啟動手 中文字幕提供